猛烈挥棒加速冲刺 赛场上每一颗球都是得分机会 干涉这群小小球员为追逐梦想 所埋下的希望融子 台彩威力杯被视为全国年度 授棒重点赛事 其实源自于2012年 一名威力彩头奖得主 对顾向花莲慷慨陷爱 同时预言而识 赢家境被迫放弃的棒球梦 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 他希望透过指定捐赠 来圆小朋友的棒球舞台的梦想 所以还特别指定 我们希望能够在一年以内 能够如期举办 这是公益彩券史上 第一位中奖人 透过指定捐款 来完成国内单项运动赛事 非常的难得 捐款人成了小球员 口耳相传的威力叔叔 1.2亿元的占款 也为台彩威力杯 一局打下20年赛事基础 今年将在12月3日开打 一连四天的激烈赛事 让各县市小球员 起居花莲同场竞技主梦 甚至有机会延续梦想 成功踏进世界最高的棒球殿堂 花莲台彩威力杯 全国烧棒赛 每年约有300位小朋友参加 9年来累积有2700位在此援梦 透过这样的一个舞台 已经有40位职业选手登上职棒舞台 甚至有两位已经打到美国职棒大年红 在那边打拼 一个是第一届的陈伯玉 目前是在匹斯堡队 另一位是第二届的李浩宇 在会成人队 新颖中奖的喜悦化身实际益著 中国新投台湾彩券 从96年接手发行公益彩券之后 坚持从回馈金和公益彩券 盈于双管旗下 积极推动国内社会福利 不论经营的盈亏 我们每一年都要付出27亿的回馈金 从民国96年到110年 我们总共付出了362亿的回馈金 另外在公益彩券盈余方面 一直到111年9月底 我们累积公益彩券盈余 已经达到4222亿 善的循环 从我们购买的每一张公益彩券 开始转动 让你我随手可及 爱心行善的小小日常 成就他人的幸福如常 东森台经信 我黄婉容成为又采访报道 11月26号决战九合一 东森新闻全台最速开票 快收2022选举看东森